大家好,我是刺青的导演 这里,耶,欢迎 第三位 大家好,我是梁洛诗 耶,哇,感觉很漂亮耶 电影刺青进来的宣传可谓紧锣密鼓 3月17日,刺青全员到齐在台北举办备受影迷期待的见面签名会 现场影迷热情尖叫,让刺青演员开心不已 因为刺青或柏林音展泰迪熊奖时 主演梁洛诗与杨成林都已离开柏林 导演周美玲因此特别把泰迪熊奖带到现场和演员分享荣耀 没想到我们得到泰迪熊奖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很精致的 很精致,它代表德国的手工艺的一种艺术成就这种感觉 红做的,然后石头的质感 对,我们都看到那个奖都很激动 对,而且泰迪熊有一种温暖抱抱我的这种意思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温馨很可爱的奖 前日被爆在柏林遭性骚扰的杨成林 这次在签名会现场又被评为最佳视频姐姐 她自言这个奖项也是始至名归呢 能够满足孤独的人们内心的欲望,她也很开心 不过她坦言自己并不会完全投入 甚至穿着钉字裤等性感服装 并且会有自己的路点底线的 试讯情人这个奖呢 我觉得我的话其实是蛮开心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不合格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上网啊 就是那些试讯情人跟直接穿 钉字裤给那些网友看 但是我持度只有三点不漏 我觉得试讯情人可能还是幻想的层面比较多啦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满足他们的一些欲望的话 当然是很好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当试讯女郎她是寂寞的 那可能网友也很欺负我 所以两个寂寞的人互相得到慰藉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如果我有做到的话 当然很开心 就是得到这个奖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是实事名归 就是很开心